台湾新冠病毒疫情今天新增65,794例本土个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重症人数在天44人 其中5人由中症转重症 使得重症比例首度超过万分之五 为了让医疗资源能集中照顾中重症病患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变更分流收治原则 取消住院等年龄限制 原本规定中重症年纪大于80岁 小于3个月有发烧症状 或是怀孕超过36周患者需要住院 限改成仅收治中重症 年龄小于3个月且发烧的病患 或是其他疾病 则由医师评估有住院需求之必要 而70岁以上65到69岁独居长者 怀孕36周以上 以及3到12个月发烧超过39度的病患 则改制加强版急检索与防疫旅馆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